乌克兰中南部的城市遭了轰炸 造成三死十五伤 南部地区则是一夜遇上了连续十次的空袭 大楼窗户全被震碎 火苗延烧波及了当地两所大学 乌克兰国防部的发言人就抨击 俄罗斯有七成的攻击 全市以非军事地区作为目标 乌军也不甘示弱 在南部传出捷报 宣称已经从敌军手中夺回赫尔松 超过四十个区域 有专家就分析 以四十西方志愿武器 让乌克兰可以在战场上击退俄军